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股壇事件》 我是司机金的李浩德 在旁边当然是司老板 萧云青先生 司老板 你好 今天我们更多了一个朋友 就是David 中原金融中原证券的梁君宇 David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多了David 我们希望节目多点火化 我其实这次来是负责问问题 因为我发觉 很多朋友在网上看完股壇事件 有很多问题想问 司先生是否好得 现在你代他们问 对 我代他们问 令到观众的态度感更加高 先问司先生 上星期股壇事件提及《国安法》 非常快地草案已通过了 司先生曾经提及 预计股市调整可能一个星期就完成 刚刚一个星期过了 股市似乎没有什么方向 会否随着事件的更新 司先生的观点或看法有不同 我当时看到《国安法》一定通过 因为他不是在香港立法会 好论通过 还可以为立法会 他在人民大会堂 难道派人去北京为大会堂吗 大陆想通过 他一定有办法通过 香港面对《国安法》通过这个事实 很快会出现 虽然之前有些人说 大陆最后在美国威吓下可能缩沙 我认为不会缩沙 那件事一旦既成事实 便会对市场产生影响 尤其今晚美国 特朗普会公布实际上会如何延情中国 措施都出来了 之后市场便可以回应 当然可能下星期一的回应 大家看清楚 会正式在市场上 在价格上反映出来了 我们现在拍片仍然是星期五 刚刚收市 但我的判断 美国无论如何延迟利息也好 它实际行动时未必那么强烈 因为什么时候需要用强烈的行为 就是当你这件事做下去之后 会产生效果 譬如他未通过 你做完之后 吓到他不通过 这个就值得做 他都做了 你都改变不了 所以你做这件事 就不是想达到 不是不想达到 是已经达不到 你希望左右北京的决定 左右不了北京的决定 所以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只会考虑做这件事 对美国自身会有多少影响 我自己认为 如果关心政治之前有留意的 香港和中美关系的人都看到 我自从彭斯副总统发表那篇演说之后 我已经知道美国的定位改变 中国不仅仅是普通竞争对手 而是可以说投号敌人 这样说也不差得太远 即是会威胁美国在世上一哥地位 一定不可以被他崛起 因为在现在越来越多的情况 美国是将中国定位 是以前冷战时代的苏联 要学以前 美国列根时代 尽一切力量 达到将苏联解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一定不会让香港发挥 协助大陆 挖起这个功能 一定会慢慢收回 收多收少是看美国 怎样部署好 令自己的过程中 自己受伤少一点 所以这把建废是双印建 两边都切到 所以我自己认为收就实收硬 收就慢慢收 所以出来的一定是相对温和 不会说立即宣布 即是不允许香港的银行 兑换美元 结束美元 他都继续在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会让他多一段时间 他有取代他的能力的时候 所以就不会太重 至于你说 那个特殊关税区的地位 香港有没有特殊关税区 整体来说是看中国政府 能否让香港继续维持资本主义制度 自由市场 是否让他维持自由港 低税区 只要香港是可以用大陆不一样的税制 香港便是一个特殊关税区 美国可以决定的就是 美国自己对香港关税的态度 他说我当你香港是中国一部分 以后我对中国的态度就是对香港的态度 这是美国自己决定的 是 美国也可以叫他盟友 用这个方法 但香港还是可以决定我们不收税的 你用否用我们低税的优势做生意 或是给其他人用 你自己决定 我们左右不了美国的政策 但现在其实香港和美国的贸易 美国是有顺差的地方 如果香港和美国的进出口往来停止 他便是自己赤字大多绝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现在中国经过香港转口去美国的货品 都是一样当中国出口 不是说经香港就不用收关税 其实是没有分别 只不过现在是美国卖给香港的东西 他卖给大陆 现在没有完全叫停 以后如果他觉得这些高科技产品 他便不卖给你 但这件事一定会出现 先生你认为美国的回应应不太强烈 最多可能是关税区 但影响不太大 短期不是会吓人的措施 但方向是一路朝的方向去 很多投资者 这个星期都有讨论 因为法律不同了 或者美国的回应比较强烈 香港的港元货币 或者联系会都会受到挑战 好的 我知道你有研究过近期的港汇走势 或者远期 你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伊伦报纸或全媒都说了很多 究竟国安法落实后 香港很害怕过往的模式会转变 或者美国的制裁 实际上看回香港这个星期 如果发生什么事呢? 例如走资 在两方面看 港汇的美金对港元货 我们有所谓的强方和弱方保证 就是7.75%至7.85% 7.75%代表港元货是强烈 在这段时间 尤其是周五开始后 其实港元货仍然是强方保证 7.75% 所以如果这段时间 有很大规模的钱 是7.75% 不是7.75% 应该是维持不到7.75% 所以在港汇上 其实未见到很大规模 出现走资的情况 我相信现在偏近7.75% 出现这个情况 其实有人用外币美元 抵抗港元货 他才会因为港元货的需求 抵抗 才会强 这些抵抗港元货的人 我相信是套息的需要 不要再说 因为港元货和美国 有一定的息差 例如港元货 如果公众知道 可能三个月的高波 是1.1-1.2%左右 但三个月的美元 即拉波 是大约0.2-0.3% 其实是差不多1厘 其实是很阔的 所以由于港息和美息 有这么大的息差 其实是有所谓套顿的活动 即是我先用借美元 换成港元货 然后放三个月 拿高点的息 三个月之后换回美元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会引发了一个 大家很奇怪的现象 所谓港元的调期 即是FORWARD POINT 大家常见到一年后 是否见到7.75% 为何一年后报出来的价格 是7.8%多 是否代表市场 预期的港元货质值 但这并不是很成立的 这纯属是经济学所说的 所谓Interest Rate Parity 就是由于利息有个分别 有套顿的含盟 便解决了港元货的远期 这有点心 但如果对你影响操盘 你买卖股票管理私基金的时候 会否也考虑港元货的变法 港元货的判断 暂时未有很大规模的走资情况 当然要留意 始终现在大家都有 所谓小小信心的问题 刚才施生也提及 这未必是短期内 会发生一个很大规模的变法 说回回价 在投资市场中 有人炒股票 有人炒期货 有人炒债券 有人炒外汇 有人炒外汇 最擅长的那些是炒外汇的人 即是索罗斯等炒外汇 这些是市场上最精大额 至少这批大额对港区的稳定性未出现担忧 如果他们打算港区的联系汇率是有保障 或是即使美国用他的方法令到你不得维持联系汇率 他不玩这个游戏 赚了少少色差 去借美元去唱港币 所以他知道大不了和根本局唱一些 所以他才去玩这个游戏 所以你说这个游戏 可以反映港元相对强 大家对联系汇率 起码那帮大额仍有信心 否则不会有这种游戏出现 很多人担心 会否重复1997-1998年港元被人追击 今时今刻和当日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当日索罗斯这样大的基金 其实当年他们做外汇一定是靠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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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必太容易移動港市 相信兩位意見都是香港現在的變化之中 但港元或股票市場似乎仍然相對平衡 未有這麼快 即使今晚的措施出現 都不會很快令香港現有的制度出現很大的變化 當然我剛才說的趨勢上 美國一定是越來越收緊 但收幾塊不是因為香港或大陸 因為他自己準備好多少 他準備好就一直收緊 我們說了一些很流動性高的市場 說回老本行地產 很多朋友都會問 現在香港的情況似乎兩極化 明明經濟一般般也有信心危機 但樓市非常之旺 新款既然是入飛的數字超額認購很多倍 你覺得這是甚麼現象? 地產和股票不同 地產是很地區化的 受香港特殊的情況影響 另一方面 貨幣因素對資產價格也起很主要作用 突然間多了那麼多錢 樓市沒有氣多那麼多 每一呎樓分到的價錢 一定會立即受資產價格影響 之前我在另一個節目 我有一個朋友問他 我問他賣了樓 因為他也有樓 我問他怕不怕車 他問我 賣樓的錢拿來做甚麼 賣樓後 他有一筆錢收回來 他想不到樓賣回來的錢做甚麼 想想想 分分鐘貶值 不如拿著樓 現在香港 樓宇供應 因為政府拿不到地 如果 多樓 價錢當然會 慢慢受壓力 香港以前8萬5 現在每年4萬5都不夠 私人市場只有1萬多個 都不夠2萬個 供應市場也是2萬多個 4萬個左右 如果你搞到8萬5 樓價會跌 你搞到樓價只有3萬8 你便樓價 按來按去都按不到 這是香港自己的特殊情況 另外 香港 我們賣新盤 還有很多人想在香港生活 香港 一國兩制已死 法治已死了很多年 現在還要維護法治 一國兩制 我相信 大陸在 國安法之後 還會給香港有資本主義制度 有市場機制 也會繼續沿用 普通法 當然同時有國安法 政治上可能收緊 但一般人的生活 未曾 會出現 不是政治上 根本性的影響 那些人就會比較 可能有人 拿回 安全門 以後有 風吹爽 有沒有地方 但叫他這一刻 搬去一些 生活水平低過香港 選擇少過香港 沒有那麼適應 或者經濟 機會少過香港地方 他不會 那麼快出現 所以 這些消息出來之後 我看不到 有一個 拋售潮 暫時 例如下星期 之後 猶疑的人 或者看清楚 才行動的人 會多了 這個星期 都 新盤好賣 新盤 都搶了一些二手生意 但是 我看不到 市場上有很多人 因而 很願意削價 你看價格 其實中原城市指數 當然這是兩個禮拜前的 通計 基本上現在的價格 沒有動 壓力 不是大 房地產價格 似乎仍然是非常堅引 或者堅穩 好得 我想最後問你 今年你的基金 其實哪都好 恆生指數跌了差不多 18% 你們還錄得正數回報 更來的市況 我看你的直播 亦在買港交鎖 或者新經濟 有否分享給觀眾 近來你的TOP 10 或者你的PROFOLO 你是怎樣管 大方向 當然這段時間 這種聲音比較多 不過 我也是覺得 C先生的大方向 是對的 動盪 但其實 不應該短線看得太淡 中長期 香港應該會有很多變化 但 不是大家突然覺得 那麼受人慘 當然 這段時間 市面比較差 香港經濟相關的股票 其實大家要小心一點 但始終香港的角色 是金融中心 很多的股票 其實不是香港經濟相關 可能和大陸經濟相關 其實這段時間 大陸經濟本身 都不太差 所以 即使這段時間 大家看過 紙售好像有很大壓力 但當中 如果大家有機會避開 香港風險 可能受到比較高 大陸仍在大趨勢向上 那些股票 其實仍然是有很多機會 但是 香港剛才說 樓市影響不大 當然我講住宅 舖位寫字樓 影響比較大 地產股跌了很多 你覺得地產股 沒有理由地產不是那麼差 地產股是那麼差 但始終香港的地產股 當然有自己的土地儲備 賣樓 但他們差不多超過一半 之前動蕩的時間 他們都出來說 有一半都是租金收入 所以是很穩健 租金又會少 現在租金會少 變成他們 都會有一定的壓力 但租金少 同時利息又少了 當利息跌那麼多 人們會願意接受 低一點的回報率 都變成有吸引力 現在 我不是研究股票 但是 我看到 地產股的 資產折讓價 就很高 另外 派息率 都越來越吸引 是否知道這麽厲害 不過我們沒有持股票 但是主要的 尤其是在股票市場 通常股票市場的投資者 偏向都是增長 或者是向往的股票 容易有夢法的地方 對 你好像都是 TOP TEN的美團 我以前 一直都不太喜歡 施生不喜歡美團 覺得它會燒銀子 因為我都是 別人 燒銀子的受害者 即是我們的行業 你是做實業的 有部份新經濟的股票 燒一燒一燒一燒 都會做到生意 我當然就要選擇 10間有9間 燒完銀子 都是拜拜 生存不到下來 但當中 要明白近年 這個世界的 經驗模式 都有很大的轉變 一部份是真的能夠跑出的 所以我們做的就是選擇 可以跑出的 所以你們 會升的就買 我覺得 這種是透過 鐵錢給消費者 鐵錢給那些 用家 不是 美團 初初我是鐵錢給食肆 鐵錢給送貨 鐵錢給消費者 鐵員 搶了生意 排擠其他 壟斷後 再加價 如果每個人用這種手段 去做生意 對社會是否長遠有好處 我有一個問題 所以我沒有買 所以現在叫新經濟 先生不是舊經濟 是新經濟 多謝大家收看 今集股壇事件到此 下星期股市發展如何 我們會再跟兩位嘉賓 分析 如果大家想看多些 C基金的資訊 不妨留意以下這條連結 你去C基金網站 其實我們有很多 新的資訊 放在裏面 亦不妨 Like C基金的Fansbook 浩德 每天都會有一個直播 直播 是如何交易 今集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課了 我們下課了 我們下課了